卑诗省公共安全及法务厅长莫里斯 在华裔人口过半的劣质文士点时家庭协会 宣布总计720万元的拨款计划 将用于全省超过250项打击帮派罪案 保护弱势群体项目 其中近200万元拨给打击帮派 及预防青少年犯罪 超过350万元投放在解决妇女及女童 受暴力对待问题 其余款项用于前线社工训练与教育 警察培训及特别设备 以及恢复司法工作等 省府今年也将会特别关注性侵犯罪行 包括大专校园应对性侵犯的预防计划 凤凰卫视武警苏一恒温客华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